郭忠營在九星团六個宿舍過山沖 過度天氣發生鹽村的吐沙流 甚至整個種的流氓 今天國體驚人的情形 連線本記者是V0 V0 好主播 今天記者在六個鄉公司入台北 在北南臺灣輸送鹽村 六個鄉也在這個輸送的情形 非常多的鹽村 由幾乎本人家本吐沙流賣的 同時有幾乎從橋梁台路 要本台水大團體的交通的董母旅館 因此在整個上司的情形 就要請問一下 香港受的鼻鼠 請問一下 現在目前六個鄉的受災情形 目前六個鄉受傷最嚴重的 也就是幾個 因為道路中斷 受損 沒有辦法很有效到達的村落 包括新發村 老農村 寶萊村 這三村是受傷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村落 那交通呢有多個公點 交通的話 因為本鄉的話 南北俠長中間 一個橫貫的老農溪 那主要的公路就是 台二十八線 台二十七線 台二十四線 這三條省道 那因為這中間的話 有將近有六座的橋樑 包括大金橋 樂圭橋 新發橋 寶萊一橋 寶萊二橋 還有劍山一號橋等等 都因為橋樑中斷 所以說道路這個不通 所以說搶修十分的嚴重 那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你們的支援 我想說 救災如同作戰 當然是以時效第一 那因為時效受到這些橋樑中斷 道路無法很快速的到達 所以說我們也希望說 中央單位能夠支援我們空中這個直升機的申請 使得救難的人員能夠盡速的到達 還失去聯絡 沒有有效方法聯絡的村落 跟這個把這個第一線的救難人員送進去 另外也把裡面急需 譬如說重傷 重病的這個 還有老弱婦孺 能夠撤離出來到安全的地區 採訪報告 郵貴陽主要對外聯絡的判法公路 白號部屋已經蒙瀾農海海水總統內 中国那几名几个昌州的用航路的风势 传过先发风陆城的山龙 风陆威乐联络 过来做出来几名都几个行李一天猪减 我没有点到点达椒而已 我没有点到达椒而已 我也是就会煮饭煮菜了 经理了解 每个体验日子时期所起的山龙 因为先发风陆的系统 作为庭佣医生人 不但这不够 要走在地盘 走在防止太阳 造成山龙本下的危机 因为造成 来自国家旧人的屋子 想走在一地的集团一地 用行路的风势 运送业去 目前公路中邮已经迫快速前往 进行突入的冲修 希望在最后的时间比较 最后临时偏偷 肥腐流过天气对我们的交通 下个新闻 陈粉之 郭庸报导 六几乎因为当地的交流 和台湾出本台随大团体 和现在建议因为下主题 建议郭云医 故作交通的董母立片 运送屋子而意思 应用行隔 也会用西林传统的房子 将做得松过去 做得过的董母立片 旧人行通就变满了 当地既然出现 天空办法再过6月 按用丘远的行通 张州的航卡损失 以上就会清醒的情形 三点钟 姜特尔 丰安部旁女主播 得得本把 呢 去